最近有部《封神版》改编的国产篇《封神》 乍看之下我觉得剧情非常荒谬 但后来我仔细想想 好像也没那么荒谬 剧情跟现实其实还蛮像的 话说咒王无道要遭受天谴 于是人间老百姓跟着遭殃 其实吧 咒王依人无道 神仙直接把他干掉就行了 关老百姓啥事儿呀 然后正派这里就派神仙下凡拯救百姓 两边就打起来了 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其实神仙既然是神仙 明明可以直接一次性搞定的事儿 却偏偏要搞得惊天动地的 拉上老百姓一起陪葬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嘛 神仙不搞得惊天动地 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好像自己付出了很大的力量 老百姓又怎么会敬天呢 又怎么会死心塌地地供奉神仙呢 其实这些破事本来就是神仙搞出来的 最后由神仙解决 有什么好感激他们的呢 这不就是打断了你的腿 再给你一根拐杖嘛 这就是我说的 其实跟现实生活还是很像的 如果你们接触过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宗教狂热分子 就知道了 他们的生活中不管发生了任何的好事儿 那必定都是他们崇拜的神灵的功劳 但如果发生了坏事儿 不管多悲惨 他们都会觉得是自己的错 或者别人的错 反正无论如何 不是他崇拜的神的错 但这里要注意哦 现在有很多人 他们崇拜的对象不一定是神灵 不是只有崇拜神灵的人 才会成为没有独立思考的狂热分子 虽然他们崇拜的对象不是神灵 但其实他们的思想和逻辑体系 跟宗教狂热分子是一样的 发生好事儿都是他们崇拜对象的功劳 坏事儿都是别人的错 一切责任都在对方 永远都跟那个他们眼中法力无边的崇拜对象无关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呢